主料,冰皮月饼粉180克,素粉180克,椰浆400毫升,月饼馅料1800克,主料,水140毫升,白油15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白油放在锅中加热至融化,用的锅一定要干净,白油沾染颜色的话,冰皮月饼就不会雪白大火,加入椰浆, 用小火慢慢煮到微微,一边煮一边用打蛋器搅拌,是椰浆和白油充分融合,将冰皮粉和素粉过沙到一个盆中,将煮开的液体慢慢倒入粉中,一边倒一边用打蛋器搅拌,一边倒一边不停地搅拌,直至面团表面光滑,油扭进,可以轻松成团,如果想要制作多彩的冰皮月饼,面团中加入少许的着色原料,温柔所均于即可, 将搅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拌好,放入冰箱等藏松弛移到两个小时左右,把馅料和分割成需要的份量搓成团,带用,将松弛后的面团分割成需要的份量,搓成团,带用,去一个搓成团的笔皮,抱掌心压颜,中间放上一个线团,用无需轻轻握住线,烧下下用力,另一只手的骨口凸起笔皮, 轻轻用力向上,是月饼皮均匀的展开,直到把馅完全包住为止,收口,搓圆,将做好的月饼球略搓成团圆状,放入月饼膜中,用掌心轻轻按压一下,将模具扣在操作台上,请压模具的手柄,压实后,脱模即可,将做好的冰皮月饼可以马上吃, 建议放入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上过夜更好,口感更佳,烹饪技巧,如果没有椰浆,也可以用没有味道的纯牛奶带气,建议用椰浆口感更好,冰皮月饼粉,或选择保生盘,请食用的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